甄嬛传中 沈梅庄同温石出朱胎暗结 随后他便被气得气血翻涌直接难缠 除了安小鸟从中作梗 也是因为他意外发现甄嬛一个秘密 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后来才会落个血崩而死的结局 那么他到底知道甄嬛的啥秘密 怎么会被吓到血崩呢 甄嬛传中的沈梅庄 他从一开始入宫便获得皇帝宠爱 随即被封为贵人 而且所获封号在汉军旗中最高 后期还拥有协力中宫大小事物的权利 可见皇帝对他能力和背景的肯定 但他看似温婉乖巧 可骨子里的叛逆丝毫不逊色甄嬛 尤其是经历了被华妃陷害染上十亿后 沈梅庄对皇帝更加厌恶 彻底断绝以色世人的念头 转头呢抱上太后的大腿 也是在此期间 他一心帮助甄嬛步步登高 结果不曾想发生极幅穿梭事件 沈梅庄眼睁睁看着好姐妹甄嬛心灰意冷 被皇帝打发去甘露寺受苦 他心中又气又急 气的是皇帝太薄情寡义 急的是担心甄嬛出宫生活艰难 但他此时全仰仗太后生存 只能经常跟自己枕脉的温石出聊聊天 抒发心中的郁节 怎料两人这一聊便是断断续续好几年 还暗生情愫春风一度 再来说说这温石出 他出身医药史家 从小与甄嬛相识 并且他十分倾慕 才情过人的这位青梅 甚至在甄嬛入宫前 温石出曾对其表露心机 结果是遭到了甄嬛委婉拒绝 温石出也不灰心 在后宫当起甄嬛的保护伞 他关注着甄嬛身边的 每一个婢女小太监 也就同甄嬛的好姐妹 沈梅庄认识了 前期阶段 温石出一心为甄嬛考虑 直到后来 他发现沈梅庄是秉性善良的人 才成了时常聊天的朋友 后来 沈梅庄染上十亿 温石出受甄嬛所托 不辞辛劳 日夜照顾沈梅庄 沈梅庄对他生出好感 而后呢 甄嬛前往甘露寺 只留下温石出和沈梅庄 在宫中作伴 以至于两人关系 走得越来越近 最后 因暖清酒 朱胎暗结 甄嬛决定再次重回后宫 是什么原因 在此期间 沈梅庄知道了什么呢 后来会被吓得血崩难缠 甄嬛被贬到甘露寺后 温石出曾受沈梅庄委托 前去探望 故人再见 温石出和甄嬛 关系变得有几分陌生 尤其是温石出 听着对方亲切 又客套的话语 会有产生退切之意 此后一段时间 温石出好几次去探望甄嬛 两人呢 恪守有人本分 而深宫之中的梅庄这边 他对甄嬛牵挂不已 虽然听了温石出的转述 但也消解不了心中思念之情 特别是梅庄得知甄远道 在宁谷塔病重的消息 暗下决心 无论如何都要亲自出宫 告知甄嬛此事 终于梅庄想出了一个周全的法子 那就是对曹贵人所生的 瘟疫公主 假能发烧的药 等宫中流言死起时 悄悄溜出宫外见甄嬛 透过这件事可以看出 沈梅庄的手段呢 非同凡响 她不愿参与到后宫争宠之中 纯属是因为不屑的缘故 而为了甄嬛 她心甘情愿地出手 可见沈梅庄对甄嬛的姐妹感情 有多深厚 等她终于见到甄嬛后 梅庄第一时间 将甄远道病重的消息 传给了她 甄嬛听后呢 为父亲感到担忧 同时她也意识到 必须回宫才能改变家族困境 而细心的梅庄 这时候则发现 陶姐妹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憔悴 反而是一副规装打扮的样子 对此 梅庄犹豫着询问 为何做如此打扮 甄嬛女妻戒着掩饰 解释是 夏雨天打湿衣服 暂时换上了俗家穿的衣裳 梅庄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她不知道甄嬛已经与果郡王私定终身 但心中仍旧抱有疑虑 并且聪明的梅庄在此刻已经意识到 有人在甘露寺尽心尽力地照顾甄嬛 这个人同甄嬛关系肥浅 至于这个人是谁 梅庄没有多想 她只希望姐妹能够过舒心的日子就心安了 待到两人再次见面的时候 甄嬛已经怀有双生子荣归后宫 梅庄和她说说笑笑格外欢喜 同时 她听闻关于甄嬛双生子的流言蜚语 梅庄心中不免产生疑虑 但她呢 想来是个知情知趣的人 既然甄嬛没有跟她说 她也就选择将其压在心底 怎料 这个疑虑到最后竟然成了她血崩的隐子 甄嬛传低血认亲中饱受指控的是甄嬛 最后为何会是没有参与的审霉庄死了呢 这其中有何内情 皇后一派对重返后宫的甄嬛如梗在喉 暗中派多方眼目搜集甄嬛的把柄 这导致温石出也卷入其中 当其贵人告发西贵妃和温石出私通的时候 甄嬛神情虽有几分难看 但她很清楚 皇后一派找错了人 心中松口气的同时 也只能跟着皇后一派的想法 找来温石出对质 温石出跟着太监路过梅庄的寝宫 也许是思念梅庄和府内胎儿 他进去请了一个平安脉 还温生跟梅庄说了些话 此时啊 梅庄浑身散发母性的光辉 对心上人温石出呢 也格外温柔 如同代家妻子一般 叮嘱对方速去速回 等温石出终于来到低血认亲的现场后 皇后一派把人证物证 全部摆在明面上 先是让目睹温石出 给甄嬛请平安脉的小丫鬟绯闻 指控温石出衣服绣口 绣有一朵五瓣竹叶 所谓五瓣竹叶呢 有青梅竹马的寓意 这让现场一片哗然 接着 甄嬛就日家中的奴仆粉儿出场 告知众人 温石出曾向甄嬛提亲过 还重点说明 两人是私底下谈论亲事 让众人更加确信 温石出和甄嬛私通一事 当皇帝得知后赶来 众人以低血认亲的方式进行求证 最后 结果不言而喻 皇后一派功败垂成 甄嬛和温石出顺利摆脱嫌疑 安玲戎看在眼里很不甘 忍不住在离开时讥讽起了温石出 而沈梅庄这边呢 听闻景仁宫内多方拷问甄嬛 他本来就坐立南安 又听到后宫众人 怀疑甄嬛腹内双生子 是温石出的骨肉 眉庄不由脸色一白 顿时胎气大动 他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但回顾之前出宫探望甄嬛时 对方的风采和气色 想及了自己爱慕温石出的模样 他心里咳噔一跳 忍不住思索起来 虽说这温石出看甄嬛的次数不多 但他又不是时时刻刻都和温石出在一起 如果温石出背着他 前去探望甄嬛 也不是没有可能 再加上落难的甄嬛心境不复从前 也有可能像当年得十亿的他一般 对温石出萌生好感 最后选择委身于温石出 至于温石出呢 将来喜欢甄嬛 两人在甘露寺思乡授受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沈梅庄不断地进行推测 一直在确定甄嬛和温石出私通 是真是假中徘徊 结果门外通报温太医自公的消息 沈梅庄一时间吓得晕了过去 刹那间陷入难产之中 虽然在太医院的清理之下 梅庄产下一位公主 但他却血崩奄奄一息 此时的他心中百般疑惑 温石出到底为什么子宫 甄嬛的孩子当真是他的 此时的他心里焦脆 再也不想掩饰自己的脆弱 当着甄嬛的面 向温石出吐露了真情 虽然温石出这时候 向沈梅庄表明心意 但沈梅庄依旧怀疑 甄嬛双生子的血脉问题 尤其是在温石出子宫之后 他不清楚内情的情况下 梅庄更加确信 温石出和甄嬛思通仪式 是事实 最终才会陷入难产 血崩而死 在温石出家中的尽管 和毛肯定道 放在尽管下面才能继续